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松山文创园区 所以等一下录音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声音 那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频道是有关于人文艺术生活旅行 就自然的在生活中感受 我们来聊一聊 拉斐尔 那其实我们在讲西方的美术史 我们大部分都会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边开始说起 为什么呢 文艺复兴是复兴希腊跟罗马当时的文化 因为整个从罗马希腊时期以来 中古世纪一直是把绘画的重心放在宗教 到了15 16世纪的时候 田主教为了拉拢当时的信徒 于是呢 他们需要有一批心血 其实这很简单讲 就好像是偶像要创造一个最新流行的歌曲 来再次刺激市场 把焦点放在他自己身上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的教宗呢 就把这一些新兴的 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呢 拉到梵蒂冈里面去作画 那拉斐尔是从头到尾非常专注在绘画里面的一个大师 所以说当我们在看所有的西方美术史的这些演变的时候呢 最早反对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我们熟知的印象派或者抽象派 或者各种潮流都在反对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古典主义的创立家 拉斐尔 那拉斐尔竟然可以成为 整个贯穿西洋美术史的大师的反对潮流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拉斐尔在西洋美术史里面重中之重的位置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先来聊一下他的生平 拉斐尔其实是出生在一个算中产富裕的一个家庭 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展现他的才华 被教宗呢 请去在梵蒂冈里面作画 但是他其实三十几岁就过世 也算是天度英才 英年早逝 我们举例好他的雅典学院 雅典学院是采用透视法 也就是说 就像一个剧场这样子 雅典学院上面的这些人 就像我们拉开一个舞台的序幕 他中间的那两位人 就是我们整个画的焦点的中心 透视法 然后他是有一个建成式的 他有一个空间的概念 在这之前 西洋美术史的话里面 其实是没有的 第二个就是明跟暗的手法 很多他的宗教图画里面 画圣母与耶稣的画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手法 那拉斐尔采用的当然是最新的绘画技巧 也是画时代突破性的绘画技巧 谁发明以及谁倡导了这样子的绘画技巧呢 达文西 达文西比拉斐尔还要年长 那拉斐尔非常崇拜达文西 可是达文西在当时并不受到 罗马教廷的喜欢 拉斐尔依然 还是把达文西当成是他一个老师 采用达文西所研发的最新的一些技巧 那这些技巧呢 就成为了西洋史里面古典的画派 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 也就是说从拉斐尔往后的几百年 西洋美术史没有脱离明暗的交互运用 以及透视法的这个技法 为什么呢 拉斐尔是被教廷认可的一个画家 所以当然他的画 还有后续他的绘画的技法 都是列在教科书里面的 还有一点 就是除了他把新的技法 带到绘画风格里面来之外 主要是把绘画的视角 从宗教带到人间嘛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里面画的主角是谁 是亚里斯多德跟柏拉图 那时候他们想要回去重新找人本主义 就是以人为本的那种思想 所以回溯到罗马希腊时期 这是很大很大的创革 很大的创新 就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从罗马时代之后 非常长的中古世纪的时间 大概五百年以上的时间 都在画宗教 那还有一个特别的哦 拉斐尔是受到教廷的委托 而去画人物 画历史上的人物 而不再只有画圣母 以及耶稣 这是一个大的变革 拉斐尔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他有非常多的作品 反观 达文西 以及亚里斯多德 都没有拉斐尔的作品多 因为在拉斐尔在世的时候 他已经成立了工作室 也就是说接订单 然后开一个画室 那这个画室里头有 几十个十几个学生 在帮他一起画画 当然他是在最后审核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回去看拉斐尔 你会觉得他非常的具有商业头脑 这跟他身处的时代 文艺复兴时代的资本主义 开始盛行 当然也有关系 可是也是不能否认他 不只有绘画的才华 他的商业的能力也很好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拉斐尔 因为如果我们要讲西方美术史 不能不讲拉斐尔 再来 因为拉斐尔他非常喜欢达文西 他把达文西当做老师 所以其实达文西的历史地位 甚至达文西可以享誉国际 或是在当时达文西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其实跟拉斐尔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举例 达文西他就是个性是比较自由 比较随性的人 那达文西常常没有办法如其交稿 他可能就收了人家的钱 然后呢 没有办法在预尽的时间把话叫出去 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那后来达文西就慢慢在意大利混不下去了 后来他就到了法国去毛税之间 那当然他的毛税之间 让别人采用他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也是 他是有名的拉斐尔的崇拜的对象 当时达文西到了法国的时候 才有一碗饭可以吃还有工作可以找 我们要聊到西洋美术史就不能不提到拉斐尔 拉斐尔就是古典主义的祖师啊 祖师爷 对那后来所有的画的改革跟新的潮流都是冲着这个拉斐尔来的 都是从拉斐尔为本 然后研究出有更多更新不同的技法或创新的绘画方法 不过在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拉斐尔他的创举 他当时也是把新的绘画技巧带到这个绘画里面去嘛 所以拉斐尔本身也是一个革命者 所以呢很标标准准 打败了权威啊自己却成了权威 好那今天就和大家简单介绍到这边 别忘了追踪按赞留言分享并且按下小铃铛 谢谢大家的收看